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圓 2018年要结束了咯 所以这个影片将会是我2018年的最后一个影片 然后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跟你们聊聊一下我2018年 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2018年对我的意义有极大 然后回忆有极深刻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总之就是闲聊啦 通常这样子的影片咧都是需要就是那种很关强的那种就是 谢谢你们啊 如果没有你们我的频道就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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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讲这样的东西 这种东西说在心里面知道就好 这种东西讲出来就觉得很肉麻很作作的感觉 我记得我2018年的第一个影片是开箱的我 就是开箱那个十九金属片 那西勒马俗片 然后我记得去年2017年的最后一部影片是讲 沙子就是就是我频道换了名字嘛 因为如果之前就订阅了我的观众 你们就会知道我之前这个频道的名字是阿源与沙子 然后之后呢就是换成名换名字了换成阿源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原因是什么你们去看回那一部影片就会知道了 然后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在问 沙子叻沙子想要看你跟沙子一起的影片 不是讲没有去拍沙子 是因为沙子目前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还是那一句哦 拍影片不是他的兴趣我就不想要逼他 成全他O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们就成全沙子 但是偶尔还是会拍一下他 不至于零 不至于完全没有 至少会有一个二三十八仙三四十八仙 这样子偶尔啦偶尔 讲到2018年 2018年对我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我2018年的突破是 嗯啊 当上了PUMA的代言人 PUMA讲讲就是 是欠了PUMA的合约 然后代言他们的品牌 这样子这个是我2018年其中一个成就 我没有想到PUMA那么大的公司 那么大的牌子 会找上我就是做他们的代言人之意 嗯 再讲还有什么成就的话 就是我在2018年的新年 那个时候我在Sungai Wang 办了人生中第一场见面会 不是我自己去办的 就是有一间公司 他们是专门搞这种Event的公司 他们就来找我跟PongPong 对找我跟PongPong在那一个 Sungai Wang那边 那个商场那边 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 跟签名会 就是为了要宣传Sungai Wang这个 这个商场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办了一场见面会 嗯对这个是我人生中 不是人生中 就是2018年的第二个成就 嗯然后我2018年第三样突破呢 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 我终于翻唱了我人生中第一首翻唱 就是我跟沙子那一首带你去旅行 就是那一部影片 是我2018年的其中一个突破 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尝试做翻唱类型的影片 结果就在今年完成了这个目标 接下来就是我2018年遇到的瓶颈吧 就是在2018年的年中 5月6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遇到了做了又就这样久 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瓶颈 就是完全失去了方向啊 就是不懂自己 接下来的路要怎样走 整个人很颓废就是很低潮期啦 简单来讲就是低潮期 那两个月里面 我拍什么影片都好 我都觉得没有动力 没有信心 就觉得拍出来会没有人喜欢看啊 怎样怎样怎样 总之就是没有动力 没有信心 对自己完全失去了自信 直到有一天 我忍不住了 我就在半夜的时候 拍了这一部影片 就是对不起我真的累了 这一部影片 然后那一部影片上传了之后呢 就有 等一下我看一下 四千多个留言 四千多个留言都在支持我 也就是你们 完全在支持我 就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啊 呃 继续加油 之类这样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暖 非常非常的有动力 那一段时候我就 有开始慢慢在认真的找 我接下来的方向 我的目标 我到底喜欢做的是什么东西 那一份初衷已经就是 在那个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是什么 然后之后我就不断的尝试不一样类型的影片 找回那一份初衷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花了不少钱 买了相机的Lens啊 买了Stabilizer啊 就是那种器材稳定器 买了不一样的灯光 买了花了很多钱来买不一样的器材 就是增进我的装备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尝试开始学调色 学影片的那个画面的数值 再慢慢的提升这一方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可以在我那个 霸总玩抖音时最常见的是 你们可以在这影片里面看到 我跟以往不一样的风格 就是我在那个影片我叫调色啊 我有调色然后我有玩一些很不一样的那些运镜的方式 就是用那个稳定器拍出来的 也尝试了不一样的设计 就是影片的概念的那些设计啊 字体啊特效啊 对 那就是我前所未有做过的东西 我那时就尝试了这个风格 这样的风格我持续了12345 我持续了5个之后 我就再问一下我自己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喜欢做的 我的初衷好像 不是在这一块 就是我的兴趣好像不是在 不是在 调色啊这方面的东西 我的兴趣是在拍影片 然后我觉得拍影片 最重要就是轻松快乐 过程开心 我那时候 就是买了这些器材过后 我拍这些东西我感觉过程很压力 就是我做每一样做每一个 呃拍每一个画面 都好像要很细心的考量 围这个画面 然后下一个画面要这样借 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这个颜色要这样调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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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没有乐在其中 我也不享受那个过程 之后 就好像开始知道 这一块 不是我想要走的路线 结果就浪费了很多钱 买了这些器材 之后 就到了最近的事情啦 就是 近三个月来的事情 我开始挑战 daily vlog 然后我发现 daily vlog真的很好玩哦 就是拍的时候很轻松 很自在 完全就是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自在 还可以分享我的生活给你们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是我自己真正想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 我每一天都在上vlog 我竟然 没有觉得很压力 也没有觉得很赶 也没有觉得喘不过气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 享受在其中 非常开心 那一个过程 我真的是非常享受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开始做vlog 做到现在 然后我开始 问我自己 我好像真的开始 找到我喜欢做的东西了耶 vlog这类型 就是很随便拍 很随意的拍 拍自己的生活 然后分享自己的生活给你们看 这东西真的是 我喜欢做的东西 之后我就 确定了我非常确定 这一块是我喜欢做的东西之后呢 我就 做到现在哦 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享受 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 我在明年2019年的目标啦 在明年2019年的目标 我希望 我的subscriber可以去到 嗯 现在是400 现在是430多千嘛 我希望我在明年 我的订阅者可以有 70万 可以有70万订阅 对 我在接下来 2019年里面 我目前初步的计划 我可能会 还是一样 继续拍更多的部 也很vlog 然后 偶尔prank一下 身边的人啊 小明啊 旺啊 Dixon啊 沙子啊 偶尔prank一下他们也是蛮好玩 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 你们真是很喜欢看我prank他们哦 对 所以我还是会继续prank他们 之后 我就会 做多一点 爱人讲聊话的系列 如果你们真是很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话 我就一定会继续 的做这个系列 主要是 他 真的是 可以帮到你们 所以这个系列我一定会继续做 啊对 还有 如果你问我2018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其中之一就是 嗯 我身边的朋友 好朋友 都已经跟我一起开始做YouTube 小明啊 阿旺啊 Dixon啊 他们都 开始就是想要做YouTube 就是发展 这一方面 然而我就会觉得 嗯 没有这样寂寞 因为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同时 你身边还有一班好朋友 陪你一起做 就是跟你一起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然而他们也是喜欢做 这种感觉真是非常幸福 非常 非常满足的一件事情 所以 这也是我2018年 最开心的事情 其中之一 所以 今天这影片 大概要讲的就是这样子啦 嘖 对 2018年 也算是带我不包了 的啊 也是给了我很多 很好的回忆 很好的 成就 很多的突破 但是我希望2019年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呃 解锁更多的成就 当然最重要的 最关强的 最做作的 还是那一句 谢谢你们的支持 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我 对 很关强的一句话 40多万耶 40多万的订阅 就有40多万的人 点下了那个subscribe button 如果讲40多万等于一个楼梯 一格等于一个楼梯的话来讲 我等于走了40多万步的楼梯 然后走到那么高上去 所以如果没有你们 我是根本不可能 走到40多万步的楼梯 走到上面去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 ありがとう 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 我就不要干了啦 谢谢你们 谢谢自己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记得 要看我更多的影片 你一天看10次20次 我也不介意 给我多一点view 还可以赚钱是不是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拜拜原子大门 我们下集 不是 我们明年 记得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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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